我和Helen有一個節目叫Good Job 就是講一些我們四個女生去做一些男性的工種 還有一些日漸色味的工種 例如搬家 單單同學 正常女生是不會做的工我們都試過 都很好玩 不過真的很辛苦 還有沒有 我除了和Milky有一個節目之外 我另外也會和黃耳興和Sunny Lounge合作 其實我的螢幕上第一個初吻已經獲得出 我們也玩得很激烈 很棒的 所以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一下我們 我們有一個都很印象深刻我們要做男場 是不是很滑 這個人不斷吃蠟燥 吃到咳機都還在吃 也很有趣 因為我們這個節目都是講我們幾個女生 有些少美女生搬娃娃去試圖公眾 有時候雞手 有些可能可以上手 也會有很多HELLO東西出現 而且對市民來說 對觀眾來說是比較新鮮的 我不能和你們一起 我和Daisy都是分開的 我是和男生一起的 我想和女生一起去 有一個男生送給你還想怎樣 我不想聽她的笑話 她唱歌 我不想聽她唱歌 我暫時想在電影那邊做好一點 而且電視那邊也想入屋一點 因為我其實挺喜歡去旅行的 所以今次有了第一個旅遊節目之後 我希望之後會有更多旅遊節目 最主要是電影那邊 因為其實我之前有幾套都是要做一些打女的角色 我之後就會 因為現在懶了 所以之後都會繼續練習 然後再打好一點 真的希望做到打女 那我其實 為什麼入行呢 就是因為我自己比較喜歡試多些不同的新東西 所以我之前才參加美雪DNA 因為這個制宜我都入了VTV做藝術 所以接下來我自己的期望 可以試多些不同類型的節目 和多些不同類型的前輩也好 或者同輩也好合作 所以就 都沒有大概是想做哪一類的 所以我哪一類都想先 那我個人都比較flexible 所以 我也是很想試多些不同的東西 還有想多些人去認識我 還有 我很想跟Kimi播兩招 因為 我是假動作 那我那些是真功 因為我自己本身有打拳 踩拳 那些 所以我想繼續向打女方面的方向發展